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新闻有点热闹 首先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印度和中国在喜马拉雅山的边境问题上 发展出了一些好消息 两国已经完成了 从拉达克地区最后两个对峙点的撤军行动 这标志着持续了四年的边界对峙局面 即将结束 这次撤军是在 在上周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 有两国领导人进行会晤后达成的协议 让人对未来的政治和商业关系充满期待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 中国对于朝鲜与俄罗斯之间 日益增强的关系的反应 美国的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对此感到既恼怒又恐慌 因为北京似乎正在失去对朝鲜的控制 随着朝鲜外乡催善机 即将在莫斯科与俄方外长进行战略磋商 这一情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尤其是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 朝鲜派兵援助俄军的消息 更是让各方紧张 最后随着局势的发展 韩国和乌克兰已经开始协调行动 应对朝鲜军队的参战可能带来的威胁 这不仅可能影响到印太地区的国际关系 也让我们对未来的局势充满了好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印度军方印中已经完成 从边境争议地区最后两个对峙点后撤行动 美国之音中文网 印度和中国已完成从喜马拉雅山争议 边境拉达克地区两个对峙点撤军的工作 路透社周三 10月30日 报道说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和大国 上周就边境巡逻达成协议 结束了持续四年的边界对峙局面 为两国政治和商业关系的改善铺平了道路 报道引用印度国防部官员的话说 双方的军队都已经从喜马拉雅山东段争议地区的两个对峙地点 德普桑 德普桑和德姆乔克 德姆查克撤走 印度和中国是在上周达成两国军队脱离接触协议的 当时正在俄罗斯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 Narendra Modi在峰会间隙举行了会晤 这是两人五年来的首次会晤 美国政府星期二10月29日 对印度和中国解决边界紧张局势的努力表示欢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Matthew·Miller表示 我们了解到两国已采取初步措施 从实际控制线的摩擦点撤出部队 我们对边境紧张局势的任何减缓都表示欢迎 印度斯坦时报周三报道说 知情人士透露 两国军队已经离开德普桑和德姆乔克脱离了接触 双方正在进行联合核查 将部队和装备撤回至双方商定的距离对峙点一定距离的地点 报道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 两国军队预计很快将开始在指定区域巡逻 作为脱离接触协议的一部分 印度军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前沿部署阵地 撤走了部队和装备 并拆除了2020年5月军事对峙开始后 在那里修建的临时建筑 印度斯坦时报的另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巡逻方式将由地面指挥官准将及以下军官决定 双方计划在周四排登节交换糖果 他补充道 中国外交部还没有就双方是否已经完成脱离接触提供一个明确的说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周三例行记者会上 在回答印度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 不久前中印双方就边境有关问题达成解决方案 目前双方一线部队正在有序推进落实工作 林健在上周五10月25日就讲过大致相同的话 林健说 根据中印近期就边境有关问题达成的解决方案 双方的一线部队正在开展相关的工作 目前进展顺利 人们注意到林健在这两次回答相关问题时 都没有使用撤军或后撤的提法 也没有明确说明中方的撤军行动是否已经完成 2020年6月15日中印边防部队在两国争议边界的加勒万和古地区 爆发了一场使用冷兵器的大规模泄斗 导致20名印军和至少4名解放军官兵的死亡 两国关系随即迅速恶化 但是北京和新德里都无意为此而开战 因此通过多轮军长级谈判和外交沟通 逐渐缓和两国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 在此次两国达成新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之前 两国边防部队已经于两年前 从其他五个出现对峙地点后撤 分析 北京面对平壤派兵驻俄处境尴尬 既恼怒又恐慌 美国之音中文网 据美国前政策和情报官员分析 中国对俄罗斯对朝鲜及其领导人金正恩 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反应 可能既恼怒又恐慌 因为北京似乎正在失去对其附庸国朝鲜的控制 他们强调 中国的两个邻国 俄罗斯和朝鲜之间明确的安全伙伴关系 可能会破坏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地位 并对中国产生不利的长期影响 周三 10月30日 俄罗斯外交部宣布 朝鲜外武向催善机 KoSantui将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 拉夫罗夫 Sergei Lavrov 举行战略磋商 同时 美国 韩国和北约 对平壤已派遣数以千计的部队 在俄罗斯进行训练 表示警觉 美国官员相信 俄罗斯打算将朝鲜部队投入战事 或支持在库尔斯克地区 对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行动 韩国谴责 这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安全威胁 在北京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和俄罗斯副外长 安德烈 鲁登科 Andre Rodenco 周三举行了会谈 王毅重申了两国之间的牢固关系 他们就乌克兰问题交换了意见 不过没有透露他们讨论的细节 但中国官员一直避免 对朝鲜向俄罗斯派遣数以千计的部队仪式 发表直接评论 中方希望各方推动缓和局势 致力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没有改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在周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重申了北京的立场 中国的恐慌 北京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令人震惊 中央情报局前 高级情报官员维德宁 Dennis Wilder说 维德宁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不太可能公开发表任何言论 因为他面对的是难以预测的金正恩 中国对向朝鲜提供和援助 一直非常谨慎 在经济支持方面 让他们维持在静脉低柱上 以让朝鲜保持稳定 但是如果普京走上和援助的道路 这将提振美国在东亚的联盟 也许会创建一个真正的北约 所以习近平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境地 维德宁周二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说 维德宁建议美国可以利用与中国的情报渠道 进行联合数据收集和分析 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车维德 Victor Cho表示 朝鲜出兵是为共同安全 伙伴关系向俄罗斯支付首付 款 这是平壤永远无法从北京那里得到的 他说 在中国 可能混合了一点点恼怒 一点点恐慌 还有一点点 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目前的情况 恐慌是 俄罗斯现在对朝鲜的影响力 可以说比中国大得多 目前担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地缘政治 与外交政策部总裁的车维德说 维德宁和车维德 都曾在前总统乔治 W 布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 语言障碍 其他军事分析人士说 虽然朝鲜士兵只需被部署到另一个国家 就可以获得实际的作战经验 但他们也会遇到重大挑战 还有一个巨大的语言问题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国际安全项目高级顾问 马克 坎西恩 Mark Kensian 上校说 他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过30多年 他质疑一群朝鲜人 如何有效地与俄罗斯的一个军事单位整合 进行沟通 共同行动 坎西恩表示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俄罗斯向朝鲜转让弹道导弹 防空系统和核武器相关技术的可能性 可能是最危险的 情况 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周二 美国官员对俄罗斯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 拉夫罗夫 有关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军事协助 不违反国际法的说法 提出了反驳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马修·米勒·Mathieu·Miller 周二表示 俄罗斯对朝鲜士兵进行射击武器 或相关材料的训练 以及任何 导弹或其他武器的训练或援助 都构成直接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和韩国总统尹熙悦 Yoon Sokyo 宣布了交换代表团以协调行动 并分享有关朝鲜向俄罗斯部署 部队情报的计划 这个星期 基辅派往韩国的特使 将与韩国官员开始举行会谈 在华盛顿 美国官员表示 他们欢迎韩国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 韩国政府表示 将考虑派送防御和攻击武器 还可能向乌克兰派遣军事和情报人员 分析朝鲜的战场战术 并协助审讯被俘的朝鲜人 我们当然欢迎任何国家 支持我们的乌克兰伙伴 因为他们继续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 Vedant Patel 在最近的一次简报会上 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站主任 朝鲜外乡将在莫斯科会晤 俄罗斯外长进行战略磋商 美国之音中文网 俄罗斯外交部周三 10月30日宣布 朝鲜外乡催善机 Ko Sanhui将在莫斯科 与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Sergei Lavrov 举行战略磋商 这个消息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玛利亚·扎哈罗瓦 Maria Sikarev 在周三例行记者会上宣布的 扎哈罗瓦说 催善机外相正在从俄罗斯远东地区 前往莫斯科的途中 他与拉夫罗夫会谈的具体时间等信息 将稍后公布 路透社周三 10月30日引用扎哈罗瓦的话说 按照今年6月 俄罗斯与朝鲜在平壤峰会上达成的双边协议 朝鲜人民民主义 共和国外相催善机 将抵达莫斯科 展开正式访问 他将与俄罗斯外交部长 谢尔盖·拉夫罗夫举行战略磋商 朝鲜官媒朝中社周一宣布 催善机及其一行 周一启程前往俄罗斯进行访问 这是催善机在6个月内 对俄罗斯进行的第二次访问 朝鲜外务省说 这次访问 是按照朝俄战略对话框架进行的 俄罗斯媒体说 催善机周二抵达俄罗斯远东港口城市 弗拉迪沃斯托克 Vladivostok海参崴 周三前往莫斯科 这次访问 正值俄乌战争出现危险转折的时候 朝鲜派兵1万多人 援助俄罗斯军队一事 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 北约、韩国和乌克兰 接连发出警示说 这支朝鲜特种兵部队 即将加入俄乌战争 导致这场持续近三年的战争的国际化 美国和北约方面说 这些朝鲜军人 已经抵达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 可能对该地区的战局 带来难以预料的影响 今年8月 乌克兰一支突击部队 跨越边界攻入了俄罗斯本土 在库尔斯克地区 占领了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并一直坚守在那里 对克里姆林宫的战争努力 形成重要战略牵制 俄罗斯总统普京 虽然竭尽全力调动军队 试图消灭这股乌军 或者将其赶出俄罗斯本土 但迄今没有看到明显的效果 观察人士说 俄罗斯是否将这支朝鲜部队部署 在库尔斯克地区与乌军作战 还是将其派往乌克兰境内 与俄军联手打击乌军 目前尚不清楚 据美联社周三报道 五角大楼周二发表声明说 大约1万名朝鲜军人 将在今后几周内被 派往前线与乌军作战 Pate Rider少将表示 目前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朝鲜军人 人数相对较少 莱德说 莫斯科和平壤 究竟会如何使用这支部队 尚需观察 西方国家领导人称 朝鲜向俄罗斯派兵 意味着战争严重升级 这可能会对应 泰地区的国际关系 带来冲击 美联社说 莫斯科和平壤 都没有提供 崔善基在莫斯科的会谈一程 但是韩国情报机构 在议会会议上表示 崔善基可能参与了 有关向俄罗斯派兵的高层讨论 并就向俄罗斯增派军队 以及派兵的条件 与俄罗斯方面进行了谈判 韩国和西方官员 对俄罗斯会向朝鲜 做出怎样的回报 表示非常担心 他们明确表示 如果俄罗斯向平壤 提供有关核武器 和导弹方面的先进技术 这将危及韩国的国家安全 美国及其盟友 谴责朝鲜向俄罗斯 提供大量炮弹等军事装备 周二与韩国总统尹熙悦通了电话 泽连斯基说 朝鲜出兵俄罗斯 将俄乌战争 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 路透社引用泽连斯基的话说 结果很清楚 这场战争正在走向国际化 超越了两国的范围 泽连斯基表示 他与尹熙悦同意加强 双边各个层级接触 共同制定反制朝鲜出兵援助 俄罗斯的计划和措施 泽连斯基说 双方同意加强情报交流 乌克兰和大韩民国都同意很快互派代表团 就相关行动进行协调 韩国总统室的声明说 尹熙悦告诉泽连斯基 如果朝鲜获得俄罗斯的援助 并能够从参战中获取军事经验和知识 这将会对韩国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韩国之前就明确表示 如果朝鲜部队加入俄乌战争 韩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 五角大楼周一也表示 如果朝鲜参战 美国将取消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的限制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